我們一樣進去一個editor 我們要怎麼讀ML5的東西呢 好我們坐回頭看一下吧 index.htmlml5.js怎麼弄 那一定是在這邊import對不對 那怎麼樣import呢 去一下ml5.js的官網 這個官網很重要喔 那裡getstart對不對 把這個script加進去 以我們剛剛教的呢 是不是很簡單的 這邊多一行貼上去搞定 看他一開始開的時候他其實就給你兩個 那首先呢我們要怎麼樣low模型 好首先我們就要定義一個 什麼東西ML5好了 ML5的model 這是什麼東西不知道 但是我ML5model要做什麼 他需要呢 ML5 然後image classifier 然後後面這邊要接什麼 後面這邊要接 因為他這個讀呢讀他需要一點時間了他沒辦法立刻好 他需要讀取 因為他模型嘛剛才講他需要訓練很久 所以他需要他是一個蠻大的檔案 等到他讀取完之後 他這個東西叫callback function 就是我們剛才沒有講到的 這個function的名稱是我們要自己定義的 好model ready 這個地方他會帶兩個參數進來 兩個參數進來 什麼拿兩個參數呢 一個就是如果他有錯誤的話 一個就是如果他有結果的話 好 那我們再試一下 model rate load OK OK 他剛才卡了一下 剛才卡了一下 然後最後出現model load的問號 model load的問號是很大的 所以你發現他很簡單 他只需要做這一行 我定義一個 參數 變數名稱 定義他出來之後讓他去做ml5點 但可能就是我剛才講的 有好多function可以用對不對 有好多方法可以用 我們來找一下reference 如果你只要學會一個圖片的 你全部都會用了 怎麼用 他這邊quit start 教你啊 一樣的ml5點 imageclassify 你覺得不想要看我就好 沒關係 這邊有quit start好不好 OK load完了 那其實他會有啦 如果有error有東西的話 如果 ok 如果 error有東西的話 console.log 所以這個 something wrong 啊 雙引號包在一起的呢 是字串 雙引號包在一起的呢 是字串 你可以隨便打字 他就是一個字串 雙引號或單引號包在一起的 else 如果是有結果的話 如果是有結果就是正確了 哇 model ok 再來呢 什麼是mobile net 你幹嘛no mobile 我這個大概知道了 他是ml5裡面的 imageclassify 他就是一個可以辨識圖像分類的東西 那你幹嘛給他mobile net mobile net呢 是一個模型 ok mobile net是一個模型 是google在2017年提出的mobile net模型 那 這個mobile net 他會知道嗎 他會不會知道 好 我們要先把這張圖露進來 let dog 好 一樣的setup 我們可以在preload 我們露吧 對不對 preload會好一點 好 dog 如果指dog的話 那好像這個東西是dog 我們需要更詳細一點 這是dog的什麼 他是dog的image image 都要盡量 怎麼露image 我好像有背起來 好不好 那網址咧 露在哪裡 我得先把它上傳上去 怎麼上傳 這邊 upload file 好我們來 可以創folder 也可以創圖 可以直接把它拉進去 但是建議是用folder 好不好 如果你到時候 當然很多的時候 你用folder比較不會 OK OK 打勾了 dog.jpeg 我們來load dog.jpeg 它多大 看一下 我忘記 799600 799600 OK 然後load 下來了 好 那出去起來呢 要怎麼把它畫出來 image 然後image 畫什麼 doc image 畫在什麼位置 00的位置 畫多大張 也可以改 好不好 OK model ready了 所以我們剛才講 它是一個一直在走流程的一個過程 model ok的時候 代表說這個model已經完成 那完成了之後我們就開始吧 就開始來classify something 什麼東西 好吧我們順便練習一下 function 如果model已經讀完了 classify dog 什麼classify呢 嗯 嗯 嗯 L5 model 點 classify classify 什麼呢 我們的 dog image 如果dog image已經處理完了 classify result 這樣子 這是一個樣子一個code back function 所以我們在這邊 如果它 classify完了 它就會進來 classify result 我會打這麼長 也是因為我想要 以後還記得它 好不好 got result 一樣的 或呢 如果有沒有 error 如果有error的話 請告訴我 console 點lock 就是classify error result 如果有result的話 請告訴我 請告訴我 result是什麼 這樣 go 圖片讀出來了 model讀出來了 print了三個object 三個object 它有一個箭頭 往下 它說這是什麼 有三個 OK 我們剛才講的就是 image classify 它會做預測 它會給你不只一種預測 來我們往上 第0個 哇 我已經看到答案了 它0.78 是 說帳好 好不好 它還有別種可能 0 它這個confidence 它對於這個圖 它有沒有信心 它78% 0.78% 將近八成認為 它是那個 蘭博的 個拳 那1% 它認為是 這是什麼東東 第三種 它是 反正另外東狗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 result 原來它有三個 我們可以用這樣子 我們剛才沒有交到的 正列 第0個正列 第0個 的label l-a-b-e-l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取得它的名稱 好的 取得名稱了 好 我們也可以知道它到底有多少信心 好不好 result 第0的 還有多少信心 0.78% 百分之八成 八成它認為是 Leonberg 這條狗 的品種 ok 好 ok 另一個 好 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ml5 對不對 ml5的 網站在哪裡 get start 趕快把這個腳本 摳下來 smack 好 把它貼在 hand的裡面 把這個script貼上去 貼ml5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開始寫 ok let let 這個是 mobile net ml5 model 可以load很多 但是我這一次要load的是 ml5 model等於ml5.image classify 然後裡面放的是 mobile mobile net 然後 再來這個是 model ready 好這邊 這邊就可以給一個 function it has a callback function ready 然後裡面會有 arrow error 或者是result 每次的話你可以去看它有沒有 error 但是我們呢 先這樣好不好 如果沒有bring的話就是 error 對不對 lock model ready 這都是剛剛做過的對不對 這都是剛剛做過的對不對 這都是剛剛做過的我們再試一次 有沒有model ready model ready ok 好 model load model load沒有啦 沒有沒有 不需要帶參數 多做 所以這個沒有 這個不需要 它只要load完它就會進來 它不會有錯 它的意思是這樣子的 好 load完了之後呢 那我們現在說要webcam 對不對 很快 camera 怎麼樣取得camera camera 然後呢我這邊 camera 等於 create capture capture 裡面放的是video 這是 image camera 零零的位置 go 咦 怎麼有兩個 一個呢 它是在 html裡面的 一個呢是在我們這個canvas裡面的 如果我們用create capture呢 其實預設 那個在html裡面它會啟動 它會把你的畫面秀出來 所以呢 它在這邊才做hide 它要用p5js的方式把它畫出來 這邊下面就關掉 然後呢我這邊可以 例如說 它這個感覺是 640480吧 那你可以改 對 沒錯 640480 跟剛剛一樣 如果model ready之後呢 這個時候我就會做classifier 對不對 ml5的model 然後就可以去做classify 剛剛是圖片對不對 現在我們是camera camera 然後這邊就會有 get result 然後呢 就是這個callback function get result 應該是got result 已經去 然後錯誤或者是resort 如果拿到了resort 請告訴我 resort的0個的label是多少 做完了 suit 他說我有穿衣服 那然後呢 然後呢 沒有然後了 因爲什麼 他看到這張圖 然後他告訴我說 這個是有一個人 他穿的衣服 suit of clothes 好 所以他做一次就不做了 那我們是要一直讓他做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一行 放在下面 他出完之後 得到結果之後 再幫我再讀 繼續讀去 go go ok mask microphone mask 他看得懂 wallet lighter sung glass 這個 mask 口罩 他就可以不斷的一直秀 秀說他預測到這個東西 這張圖上面有什麼 好 我們不要讓他跑到console好不好 我們把它畫在畫面上 怎麼畫到畫面上呢 就是 例如說我們一樣 let result test 然後 這個東西呢 這個 在這邊畫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test 然後 test 然後test size 大一點 畫在哪裡呢 寫出來了 有沒有 其實可以低一點 ok 所以他每次他就會把他現在在用mobile net裡面搜尋到的東西 例如說好我們來玩一個遊戲 剛才是狗狗嘛 那我家有養一個貴賓 貴賓 貴賓 狗 可愛的貴賓狗 有喔 玩具 葡豆 貴賓狗 讚啊 然後再來一個 我以前有養 拉布拉多 有 我剛才有看到拉布拉多 有有拉布拉多 有有拉布拉多 這就是用圖片去做 image的classify去做分類 然後呢 用的是mobile net 我這邊就圖像了 這邊有聲音 聲音classify 他用的是什麼 他用的是這一個模型 剛才我們用的是mobile net 他這個是用的是speech command 18w 這個東西呢 他這邊有 我們用去搜尋 他這邊直接有 他裡面可以讓你知道說 0到9 1 2 3 4 5 6 7 8 9 他有訓練出這些英文的單字 做法跟剛剛的image classify 是一樣的 好 所以呢 你們就可以用聲音來試看看做練習 其實是一模一樣 唯一的差別就是 speech command 18w 原本是mobile net 剛剛是用create capture 然後video 那這個呢 是用聲音